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是11月26日 大盤今天中場是上漲 98點 量能792億 同朋友 量能一樣是700多億對不對 怎麼會上漲98點 今天是禮拜四 我相信在禮拜二的時候 禮拜二的時候 你滿恐慌的對不對 因為那一根那一天的K線是黑K棒 一根黑K打下來 然後你看這個盤後的解盤節目 很多都是什麼 很多都跟你說 這個地方反彈結束要開始跌了對不對 這一根K棒 反彈結束要開始跌了 死定了 所以你是不是聽了很多人都跟你說 股票出清 股票出清 準備怎麼樣 放空 大跌 特跌 那天是不是這樣 同朋友 你有沒有把那一天跟你說 什麼股票出清 準備放空這些人的名字寫下來 你有把他們抄下來 如果說你有把他們抄下來的話 你再看看他們今天講什麼 是不是就變了對不對 又不一樣了對不對 本來什麼全部空手 沒料料的 今天又開始大轉了 大轉 特轉了對不對 那種節目就真的不要看了 同朋友 那種節目就真的不要看了啦 這一天我跟大家說什麼 又空嘛 如果隔天沒有跌就變又空啦 又空 昨天有沒有跌 小跌14點嘛 今天呢 這一天的高點是8497喔 今天的高點是多少 今天最高已經多少 最高已經8510了 已經過這根黑客的高點了耶 所以呢 我們跟大家報告的 又空之後要加空 這個邏輯它見證在成形喔 那當然明天是禮拜五對不對 如果說你要知道明天的盤勢的話 明天是拜五啦 拜五一般來說都是無量 無量的整理盤喔 今天漲成這樣子還700多億 所以明天禮拜五應該也沒什麼量 那沒什麼量的話 除非要硬做啦 因為這個地方它有一條什麼 這個地方它有一條月線喔 這個地方它有一條月線 月線在壓制 除非它要硬做 明天亮出直接過這月線 然後呢 開始正式的加空 加到你愛的叫 不管說你是放空的啦 或是空手的啦 就加你就對了啦 所以呢 所以朋友 我現在這個盤 我們在前幾天都跟大家提的 今天其實也沒什麼好講的 就跟大家驗證而已 我相信你不太喜歡看什麼 你不太喜歡看什麼署長停板的節目 不過呢 不過我相信我從前天開始就告訴你 買股票 昨天開始跟大家說 買股票 買什麼股票 我相信你也非常清楚 我都請你去台股來就發88 988那邊做驗證了不是嗎 前天是24號 很恐慌的時候 好朋友 我不知道你在想什麼啦 但是這是我在台股來就發分享團 分享的訊息 我在這邊分享的東西 我相信我那天的節目也是這樣跟大家講的 我請你什麼 我請你莫及莫荒莫害怕嘛 對不對 我告訴大家什麼 股市操作買低賣高嘛 這兩天盤很爛嘛 沒量嘛 我在換股嘛 好朋友 這是24號的喔 如果說你要驗證的話 我歡迎你去看一下24號我節目的重播 就是前天節目的重播 我在換股嘛 漲多了像什麼F廣華新劇把它出掉嘛 轉進低檔有題材要上來的嘛 而且前幾天一直賺有選出的個股嘛 如果你是主力震頭隊拿掉你想回龍 請問你願意追推上的嗎 這是我問大家的 如果沒有的話你就買什麼 買低檔剛上來嘛 這是我說的嘛 低檔有題材準備上來 而且前幾天一直賺有選出的個股 我這樣跟大家報告 我也是在做這個動作 雖然說盤很爛 但是大盤 我相信大盤就不是重點嘛 來看這一支 盤爛的時候 大家都空手的時候 我告訴你什麼 新貨又來了 有人像我一樣這麼白癡嗎 大家都在漲停板 都在放空大賺 不然就是什麼漲平板大賺 我在跟你說 導播都拉近了 我在跟你說什麼 拉回 黑K棒的股票 你把花一條線在這邊 跟你說 拉回 拉回留意 新貨又來了 投票你有沒有把我的話 把我的話聽進去 還是你嚇到都不敢進股市 700多億 融資在大增 我現在融資也不是散戶的啦 散戶不敢買 這融資一定是什麼 我猜啦 我的看法是這樣啦 漲的都是生計太陽能 都是投機行情 投機的個股啦 所以呢 所以那融資 融資就是 主力進來了嘛 誰告訴你融資一定是賞戶的 像說 賞戶現在還不敢買啦 所以呢 你要不要趁大家還不敢買的時候 趕快進來 搶一下 搶一下紅包 雖然說過年還很遠啦 不過股票是實際財啦 國賓是實際財 現在就是有實際財 所以我常常給大家借 你不敢追高 沒關係我跟你說什麼 跟你說黑K嘛 這樣回車還沒賣 那是怎麼跟大家說這支 為什麼 股票的邏輯 我還是跟大家提實際 我不是在跟你說什麼 我股票啊 這是股票好爆 你一定要買啊 不買不行啊 非買不可啊 什麼 狗屁 沒這種事情 我在跟大家說的是 操作 操作 沒有什麼股票非買不可的這種事情 沒有啦 只是操作你要怎麼做啦 如果說股票打下來 它的漂亮的買點出現的話 你要不要趕快做把握 操作的方法 擁有操作方法 你才擁有賺錢的能力 我在這一天跟大家預告 說我要買股票 事實上我也買股票了啦 操作方法嘛 那什麼操作的方法 就是這個東西嘛 一直賺 為什麼它就一直賺 就是你滑鼠拿起來 滑鼠是不是手指頭按一下就可以了 滑鼠的手指頭按一下 點什麼 點一鍵選股多方式 點下去它會有股票 會有股票 我相信這個是我們一直在用的 一直在用的 就是我籌碼動能選股的方法 籌碼動能講的是什麼呢 大賓 籌碼動能是在說什麼 不是說什麼股票 是明白什麼 不是 他是在說哪一支股票現在有大戶在裡面 就是股票有沒有大戶在裡面 股票到底在誰手上 這支股票有沒有莊家在的這個重點問題 籌碼動能 籌碼幫你抓大戶 動能就是抓它到底發動了沒有 所以這兩個如果說它match的話 match的話就可以買了 19號的時候跑出來 19號跑出來當然我知道你不想追高 所以等它一下 等它一下等它咚咚兩根打下來 兩根打下來可以行啊 可以行啊 多就是24號 要不是大盤那麼爛可能不會下來 那不會下來怎麼辦 不會下來其實就要買了 昨天就怎麼樣 昨天大盤跌14點嘛對不對 我們的新貨又來了 拉回留意之後怎麼樣 昨天差點漲停板 差點漲停板 今天呢 今天上漲98點 長這樣子 又漲了8塊半 我買的價位是190 又190以下 190 191 今天已經多少 今天收213了 兩天的價差 投票你扣掉手續費我算2塊好不好 扣掉手續費就算你買的191好了 我扣的價位是191上下 191然後再來就是190 190以下 所以呢 那你買的到 因為那天收1 那天收的蠻爛的 我有個會員跟我講說 我那天買了也怕到 那天想187.5 哇盤那麼爛結果 現買現套這個會不會怎麼樣 會不會怎麼樣 你說呢 會不會怎麼樣 經過了兩天213啊 20塊的價差 好不好 買了一張買一張買一張 兩天兩萬的價差這樣就好嗎 老朋友來驗證一下嘛 是不是葡萄王 這葡萄王的K線嘛 葡萄王1707 葡萄王他生這樣 兩支撞起來 兩支撞起來來看看 是不是我們說的葡萄王 那天是這樣嘛 那天這樣子 那天這樣子對不對 兩根打下來這樣子嘛 現在變這樣子嘛 是不是 葡萄王 各位同朋友 操作不是看指數 我一直跟大家提 操作不是看指數 一樣的日子一樣是14號 趕快那天晚上 晚上我說什麼 來今天一支撞索馬的視頻 這麼有日期喔 8點多 11月24號8點多 8點多你在幹嘛 沒有 我在告訴我的社團成員們 來家人 買股票啦 台主來就發分量團 八百九百八 今天一支撞視頻 有影像沒聲音 我害羞了 害羞了 害羞了 收你嘛 收你沒關係嘛 來我趕快告訴你重要的 有習慣收看的同學 留意低檔即可 你就要第一支就對了 11月24號晚間社團提示 社團 這邊 同學朋友這個可以作假嗎 應該不行吧 不行吧 反正就是我那天講 這邊都有日期啦 日期時間都出來了 所以就是晚上 那第一檔是什麼呢 同學朋友 第一檔是什麼呢 我常跟大家說 如果說你有操作方法的話 我的操作流程 前一天晚間掌握標底 不會亂槍打鳥 第一條就是這個 前一天晚間掌握標底 標底是什麼 標底在這裡 24號啊 24號 第一支 33 3324的雙紅 第一支就是雙紅 所以呢 有沒有前一天晚間掌握標底 就前一天晚間掌握標底啊 然後呢 格式就 格式就買一買啊 怎麼辦 買一買啊 我一開盤我掛29啦 我說29以下買啦 一開給我開多少 開291 會員朋友們 親愛的同學們 我說掛多少都掛多少 你不要在那邊 欸我要市價買 你市價買 一個市價買就是一大堆市價買 後面就是直接一開291 沒關係 你知道我的價位掛通常都會來 一定會成交啦 但是如果說你要搶的話 就是有些人就沒辦法成交 沒辦法成交沒關係 怎麼樣 我跟你講在這裡啦 30以下趕快買啊 有沒有來 有來啦 這邊 這邊就30以下 對過來這邊多少 就298 這邊298了嘛 有沒有對過來298 剛好點到 點到之後呢 點到就咻 就上去了 昨天是漲停板對不對 今天呢 你還在擔心大盤嗎 今天沒有人會擔心大盤了吧 還有人會擔心大盤 沒有了吧 今天是不是全部都大漲 大漲明天可能就整理而已啦 也不用什麼什麼大漲特漲也不會啦 整理盤啦 整理盤最好做的啦 這昨天晚上的啦 一直賺提示啦 第一次是什麼 又是雙紅 親愛的投資朋友們 我們剛剛是不是說 那個台股來就發分享團對不對 這個 我們剛剛是不是說這個東西 我們剛剛是不是說這個 那我之前是不是有跟大家報告 每天這個東西出來之後 出來之後 我都會再錄一個索馬視頻 就是給會員看的 我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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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有把我昨天錄的索馬視頻 我直接丟上去 因為盤中說實在這個勝負已分 盤中還要分析什麼 這大盤都不用分析嘛 各位也不用分析 然後就進去啊 會去就進去 賓面球掌停板也掌停板 大漲也大漲 我想要分析什麼 就不用分析了嘛 就是一個獲利收購的節奏 所以呢 所以我今天盤中 我就直接丟什麼 我沒有分析 我就是直接丟我昨天晚上給會員看的索馬視頻 所以如果說你想要驗證的話 你就上去什麼 你就上去這個我們的分享團 你就上去我們這個分享團 然後看一下我今天的盤中分析是什麼 今天的盤中分析就是 我昨天這個東西出來之後 給會員的分析 我昨天說什麼 你可以自己聽自己看 我可以告訴你啦 如果說你懶得看的話啦 還是買什麼 都不一樣拉近 還是一樣 你就是靠什麼 靠雙紅 靠雙紅跟靠這支 統哥啦 國統 你就靠這個就好了 就這兩支 如果說你懶得看的話 我就直接告訴你了 我昨天就是講 雙紅 那如果說你想要再聽一些秘密的話 有沒有我不只講這兩支啦 我還有講一些秘密啦 你可以上去聽一下啦 聽一下你再決定 你要不要我這個東西啦 你要你就來 你要賺錢你就來 你要看大盤你就繼續看大盤 我沒辦法強迫你 因為這個 有時候要靠緣分嘛 緣分沒有到的話 你就繼續看節目 繼續做驗證 緣分到了 你想要跟著我一起賺錢 我們就一起來賺錢 那昨天的一支賺 又出來雙紅 那今天雙紅怎麼樣呢 昨天一支賺出來嘛 又跑出來了 今天怎麼樣 這樣 乾脆一起看好了啦 四檔 334是雙紅我們剛剛看的 然後第二支是什麼 4105東洋 這叫做今天4105東洋 漲到五塊半 8050廣機 然後805廣機 一樣也是漲 這支我有說 有更好的選擇 你想聽的話你可以上去聽啦 我昨天就是說這支我有更好的選擇啦 這支先賣啦 東洋可以啦 還有什麼 國統 拉尾盤收最高 哇滴滴氣耶 噹噹噹噹噹滴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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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這個上影線 你應該害怕對不對 今天怎麼一根紅黑棒 灌上來 怎麼這樣 這支我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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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勝負以分還要跟大家說什麼 所以同朋友 我們上半段 給上半段做個結論 其實這個盤 我真的沒什麼好講的 它就是一個區間盤嘛 掉下去你也不用擔心它嘛 漲上去 除非它明天要硬做啦 硬做就是量能滾出來 然後直接拉過月線 然後再來呢 再來就是正式的軋空 如果它明天是這樣的話 就是正式軋空 就整個軋上去 那如果是明天這樣的話 投票 如果它明天是這樣走的話 你還沒進場 還沒上車的 你就要跟緊腳步囉 因為這個是軋空盤的話 它就怎麼樣 它會走得很快喔 股票的直擊財 國標是實機財 國標是實機財 現在就是有實機 所以我常常幫你照 你如果是要不要照車的 當然我跟你說 一直賺 有新貨 邀請你 歡迎你 共襄盛舉 我們先休息一下 進段廣告 等會回來 來 機上盒讓電視有無限可能 現在申請 還有數位機上盒免費優惠喔 數位超一頂 生活更Happy 亞洲投雇 27年來 一直秉持專業用心負責的態度 為您創造財富 市場的常勝均 股票期貨的贏家組合 亞洲投雇 亞洲投雇 珍惜所託 真情照顧 諮詢電話 0800615588 0800615588 0800615588 亞洲投雇 27年來 一直秉持專業用心負責的態度 為您創造財富 市場的常勝均 股票期貨的贏家組合 亞洲投雇 亞洲投雇 珍惜所託 珍情照顧 諮詢電話 0800615588 0800615588 到大都會國際家具館 就是這麼方便 全國最大家具館 很大很高 金融家具 一次都能賺錢 大都會國際家具館 中文竟現場實施中 歡迎光臨 這是 這是MIT微笑標章的菱形吊牌 上面有MIT微笑標章 產業別圖騰 驗證機構 還有標章編碼 哇 小小的吊牌上 有這麼多清純資訊啊 如果不放心 還可上網查詢喔 都掛保證了 那我來挑什麼呢 挑款市集顏色啊 任名 駕駕駛的MIT 安全健康值得信賴 歡迎投資朋友回到現場 這張股票是18號的時候 我們跟大家講的新貨A 新貨A 18號的盤好不好 好朋友 18號的盤好嗎 18號來回顧一下18號在哪裡 18號在這裡 這裡啦 掉下來反彈 反彈 隔天 隔天更爛 把這個黑K棒又把這個紅黑棒也吃掉 請問18號的盤好不好 18號的盤不錯啦 好像19 18號這一根耶 後面有18號這一根 看錯了 18號這一根 這是大盤18號 哇超爛的 超爛的 啊是不是股票要出清了 啊股票就出清了 空手準備ABCC波下跌 我是不是跟別人不一樣 新貨A 老司長在ABC下跌 你的新貨A 你敢有發燒 不發燒啦 敢有張啦 新貨A創新高 你對這個K線有沒有很熟悉 有沒有 你剛剛上半段有沒有看到這個K線 有看到這支K線嗎 有沒有 新貨A嘛 國銅啊 就國銅啊 今天繼續漲啊 是不是國銅 8936 就國銅啊 18號新貨A在這裡 18號的大盤 哇爛死耶 老朋友你在想什麼 你想的跟我們一樣 我做的有沒有跟你不一樣 那你有沒有跟上我的腳步 我如果跟你做的一樣的話 我就散戶了 我都跟你做的不一樣嘛 你不要把我當成一般的分禮師好不好 很多分禮師都在看K線做股票了 黑K哇全力放空 股票出清 紅K哇大漲 來我又耗鼎 是不是這樣 不然是我有什麼 今天有什麼 又花安城藥對不對 反正大家都這樣啦 黑K就是全部出條 紅K就是都有股票 都生什麼 那不用看啦 看那要做啊 你把那些只要黑K就全部出清的股票老師 你把他記下來 然後每天看他講什麼 把他當笑話 你可以PO到FB上 讓大家笑一笑 老朋友看到今天其實大盤有沒有漲很多 大盤沒有漲很多啦 就在那邊整理而已啦 但是呢 但是 股票都不一樣嘛 一直漲啊 漲超過這裡的 怎麼會這個樣子 為什麼這個樣子 現在比的不是看大盤 現在比的是選股的功力 我在跟大家說 選股的方法 我就有一套選股的方法 就是什麼 一直賺一直賺 一直賺一直賺 用捏的啦 電腦又按的啦 一直賺嘛 其實我朋友 其實我的動作你不覺得都是在重複嗎 我就一直在重複對的事情而已啊 像我們剛剛跟大家講這個 24號講的 對 我在買股票 高檔的出掉 低檔的 買低檔的 買低檔的 什麼是低檔的 低檔是他嘛 沒漲對不對 新貨又來了 拉回留意嘛 拉回嘛 誰在跟你講拉回啊 每個都在漲停板 分假鬼 為什麼要跟大家講這支股票 我的一直賺有跑出來啊 跑出來 我看了券商金融表我覺得不錯啊 就在這裡 廣花這講到 為100塊講到140塊 這不用講了吧 廣花啊 廣花不用講 廣花之後就是要葡萄王啊 葡萄王啊 葡萄王啊長就這樣啊 對不對 頭伯友跟你驗證嘛 今天是這樣子啊 你要追 頭伯友我不是叫你追他喔 你不要看完節目 我的節目然後跑去追他 結果我到時候不小心被套牢了 或是接到我丟給你的 結果我說啊老師 你要不要套牢 我不是跟你講說股票很棒 你趕快來追喔 我在跟你說我怎麼操作的喔 我的操作方法喔 我從來就不是在說什麼股票很棒啊 你要趕快來追啊 什麼年底什麼作帳什麼 不是說的 我人家說操作的方法 有操作方法就有什麼 就有賺錢的能力 籌碼跟動人 講的是股票到底在誰手上 有沒有莊家在的概念 我的電腦按下去 我捐穿軍事表看一下 我就不敢說百分之百啦 但是起碼有九成 我就會知道說 這支股票到底有沒有人在 有沒有大戶在 有沒有莊家在 葡萄王 對不對 繼續漲 不是叫你追他 你不要看我的節目去追他 你不是我們的成員 拜託你不要買 好不好 已經拉兩根了 牛兩支 兩天牛20塊 光花 一張 40塊的價差賺到 換葡萄王 兩天 20塊的價差 這樣買一張是6萬塊 6萬塊 有進有出有進有出 一樣 預告 晚這樣就預告 24號晚上預告 預告第一檔 第一檔是什麼 第一檔就是雙紅 雙紅 張的雙紅 我們有買喔 後面我們有買喔 昨天晚上 跑出來了 我講什麼 麻煩你去台股來就發 88988 去聽一下我昨天講什麼 聽完之後你再決定 你要不要跟上我的腳步 要幫你拿回去嗎 你幫他決定 我幫你強迫今天就這樣 兩天 20% 不要算負利啦 算單利就好了 兩天都漲停板 20%啦 朋友 我一直在重複過去的事情 那過去的事情 什麼叫過去的事情 先跟大家預告一下 這次可能會漲喔 留意一下 23號講的 他開始漲了 你不要到時候明天拉上去 你說阿老師你沒告訴我 來你再看一下K線 這23號講的 拉回留意 一樣請你說拉回留意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一指轉是12號跑出來 拉回留意喔 拉回留意 然後還有什麼 還有我們的老朋友百合 目前我還賺錢 百合 這個我們之前有出掉 出掉怎麼樣 出掉354再接回來 所以我的成本還在354 我還沒有賠錢喔 我還賺錢喔 我們昨天是不是跟大家說什麼 高檔做個WD 有機會往上走對不對 他現在還在那邊等你喔 不要到時候上去了 上去老師沒買 低檔的時候不敢買 高檔之後怎麼辦 高檔之後再來追 老師可不可以追 不要這個樣子嗎 對的是一直重複做 這是18號跟大家講的神龍 朋友 這個虛線是11號喔 11號在多少錢 11號在462 462 這一天在多少錢 18號在多少錢 在57 我是不是跟大家說這個地方不要追了 最多就是我怎麼辦 我在高最多就是 哇不能講價位 反正最高我有講一個價位 反正我跟那時候我說不要追就對了 不要追對不對 現在多少 也是再在這裡啦 在那邊吐了啦 吐完有機會漲我們再來 沒機會漲就放口袋了嘛 462到57 今天收57嘛多少 10塊加差對不對 幾天時間 五天啦 你這樣12345的5間K線嘛 為什麼跟大家講神龍 為什麼 那對的事情重複做 11月11號的一紙賺提示 是什麼 1789神龍 第一 第一七八九神龍啊 所以呢 所以這一天跟大家講神龍 為什麼 因為 11月12號昨天一紙賺一開頭的 我有跟大家預告說買一開頭的 有沒有 你的人去 朋友如果說你要驗證的話 11月11號一樣盤很爛 我一樣跟大家說我在買股票 買什麼 買一紙賺出的那一隻一開頭的 那一天的一開頭 那一天就三隻啦 一開頭的 導播拉近一下 一開頭的不好意思 就只有一隻啦 1789神龍 所以呢 所以從隔天開始 它就怎麼樣 它就漲了嘛 不是漲了嘛 53嘛 然後跟大家分析的籌碼結構嘛 然後這一天開始說什麼 不要追了 不要追了 差不多了 所以呢就是 對的事情重複做 甚至像什麼 甚至像這個星劇啊 之前跟大家講星劇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有跟大家驗證說 為什麼講星劇 朋友一樣啦 一樣的邏輯啦 因為 11月16號跑出什麼 因為11月16號跑出 一樣兩隻 維新跟星劇兩次都並不一樣到 維新那時候在多少 維新那時候在356 星劇在42.25 雖然說維新今天跌 415 隨便出啦 隨便出隨便賺 有沒有 隨便出隨便賺嘛 那星劇呢 哇 這天一定歪下來耶 怎麼這樣 所以朋友 跟上腳步 我留言給誰 給今天節目做個結論 前天大家很害怕的時候 我說什麼 又空之後 會嘎空 請問你覺得嘎空的戲嗎 有沒有在開始啦 如果有的話 股票現在沒做到沒關係 後面還有 怎麼做 跟上腳步 一直賺 有新貨 邀請你 今天時間關係 我會各位服務到這個地方 從馬動足先機 動能掌握機先 祝福大家明天操作順利 明天見 掰掰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 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慎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盡量 並自負責 紀上合 讓電視有無限可能 現在申請 還有數位 記上合 免費優惠喔 數位超Easy 生活更Happy 亞洲投入 27年来一直秉持专业用心负责的态度 为您创造财富 市场的常胜均 股票期货的赢家组合 亚洲投顾 亚洲投顾珍惜所托 真情照顾 咨询电话0800615588 0800615588 亚洲投顾 27年来一直秉持专业用心负责的态度 为您创造财富 市场的常胜均 股票期货的赢家组合 亚洲投顾 亚洲投顾珍惜所托 真情照顾 咨询电话0800615588 0800615588 亚洲投顾 27年来一直秉持专业用心负责的态度 为您创造财富 市场的常胜均 股票期货的赢家组合 亚洲投顾 亚洲投顾珍惜所托 真情照顾 咨询电话0800615588 来者何人 来干什么的 到你这来玩玩 证件呢 请看 你们持用的是中华民国护照 对呀 我国人持用中华民国护照 全世界一百四十几个国家及地区 免签证或落地签证 你们全团都是台湾人吗 我是台湾人 台湾人 欢迎欢迎 一只救世间 健能everyday 你担心瓦斯外线危险吗 教你几个小配方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晒 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 头头